在講師的示範講解下 學員認真的學習吹奏技巧 口黃琴是許多原住民族中 相當常見的傳統業器 但對布農族人來說 部落裡已經越來越少看到之外 甚至也有族人不知道族群過去 也有在彈奏口黃琴 因此新一鄉布農文化協會 辦理口黃琴研習課程 找回族群傳統文化 他在學的過程中其實蠻有趣的 因為你不同的嘴型都會有不同的聲音 我就希望就是我們可以 就是年輕人可以多 對於我們自己文化可以多一些認識這樣 因為口黃琴也是我們布農族的 就是一個樂器之一 我們學習然後才不會忘記 我們原來有的一些樂器這樣子 協會表示布農族的口黃琴多屬於當黃 琴聲窄聲音會比較高 雖然音域沒有其他族群這麼多元 但運用拉扯細繩以及吸氣呼氣的技巧 也會有豐富的旋律節奏 泰亞族因為他們還有雙黃 三黃 四黃 五黃的口黃琴 所以看起來是好像比較多元 但是單黃的吹奏技巧裡面 其實他有很多土納的方式 可以吹奏出不一樣的旋律 其實各有不同 所以我們會互相學習 也讓自己感受一下 祖先在談 做這個口黃琴的時候他們的心境 他們所表達的那種意向 也讓我們能夠更加的 對這個文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進而去擁護它傳承它 除了口黃琴的課程 布農文化協會也有辦理過 除了在國內 國外推廣布農族文化讓大家認識 也在部落裡積極深耕傳承工作 讓族群文化得以永續下一代 原來希望昏迪不難投信一場報導